那我直接開始講 這題其實我覺得審術 審術大概就是考點其實蠻明確的 然後食物見解又多那些 然後就一定要寫食物見解 所以大家其實就把食物見解大概就知道 所以我大部分就會整理食物見解給大家 然後重點就會幫大家就不要出題 然後不要傳你們 就大概就可以背那幾句話 然後有爭議的或是學說特別講的 然後再特別注意就好了 就是其實沒有那麼多 需要論理或是論述的部分 然後大就是規範目的 規範目的就是大的方指導器就可以了 好然後 黑板上就是今天早上剛出來的737要解釋 然後大致上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他反而就是依照憲法第八條的正當法律程序 跟第十月條的訴訟權 然後來推就是那個 行事訴訟法的33條跟101條 然後他沒有辦法保障到那個訴訟權的核心內涵 所以就訴訟權核心的就是辯護權的內涵 所以他被宣告違憲 然後限期他立法機關一年內要修法這樣子 然後他主要那個案件就是那個賴素魯的那個案件 然後他就是在提的他的事實就是 就是在偵查當中激壓中 辯護人他可不可以申請閱卷 然後你們去看那個33條他就直接說 他在審判當中他辯護人才有閱卷權嘛 然後所以學說上面就一直在吵說什麼 那這樣的話偵查中可不可以閱卷 然後當然林玉璋老師啊 就一些學說都直接說 你偵查當中你也要有閱卷人的必要這樣子 然後但是15點就是直接限制嘛 限制他說他只 既然33條名文你就規定在審判中 所以只有審判中的閱卷權這樣子 然後就是在偵查中為了就是什麼 所謂的偵查不公開 然後就是為了妨害偵查目的啊 為了要避免就是 什麼他們串供啊或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就是不可以讓他們閱卷這樣子 然後 然後目前大法官做出來的解釋文他直接說 你在偵查當中激壓 因為激壓還在偵查中 你在偵查中激壓的時候 然後那個辯護人他可不可以去閱卷 他其實是可 他覺得他不能夠閱卷這件事情是危險的 他就綜合33條跟101條 他覺得他沒有辦法去完整的去保護到 就是16條訴訟權的核心內涵 所以他覺得是危險的 然後他為什麼會覺得是危險 因為目前當中我們辯護人只告訴了被告 那個 只能夠讓被告知道是激壓的事實 就是不急於激壓的理由跟證據 就我只知道我犯了什麼事情 然後被激壓 但我不知道我的激壓的理由在哪 也不知道證據在哪裡 不知道檢察官認定的是什麼 那這個時候 所以他就覺得你原則上面你應該要讓辯護人 他知道激壓的理由跟證據 就是讓辯護人可以跟被告說這些事情 然後例外的話 是當你如果有事實主任 他有什麼煙滅啊 偽編造啊 然後串供啊 然後危害生命身體等等的這些理由的話 你才能夠去限制跟禁止 OK嗎 然後大概是737條的 然後因為那個 李建文老師他有寫文章說 就是關於那個 偵察中激壓的月券權 所以月券權這應該會變成今年的一個考點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再多關注一下 然後那個737條裡面 他也講了很多 就例如說 例如說法務部他直接提出來 他覺得說你如果 就是 法務部是採取 就是他不想要讓他在激壓的時候 有月券權的這個立場 他就覺得說那你這樣的話會違反什麼 什麼 就是武器 武器平等原則之類 就是 就是什麼檢察官的 檢察官的東西全部都讓被告看到了 然後都讓 店護人看到他覺得他這樣有違 武器平等這樣子 然後 那個 呃 737號解釋他就直接明文說 我們 他說他認為武器平等原則 是在對省構造的行事訴訟法底下 就是大家知道嗎 對省構造 他覺得只有在對省構造的行事訴訟法底下 才有所謂的武器平等原則 然後我們國家行事訴訟法是不採取這個的 對 所以他覺得那 我們就沒有所謂的武器平等原則的適用 所以 我們就算真的給辯護人看了這些資料 我們也不會有侵害武器平等原則的問題 這樣子 好 這是今天早上剛出來的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講本題好了 本題 他就是涉及到的是 他到底他這邊的辯護權問題嗎 他是不是一個實質的有效辯護 然後第一個是他本案 他是不是一個強制辯護案件 那我們看那個 行事訴訟法的31條的一項跟一款 他就說你最清本刑三年以上的話 他在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的話 審判長應該要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 那他這時候是殺人未遂嘛 那殺人未遂的話就是強制辯護案件 所以你如果沒有他沒有指定辯護人的話 他就會構成379條第7款的判決到亂違法令 可以嗎 那這個就有個問題說 審判長還做了什麼事情 他第一個 他臨時指定公設辯護人 那這個行為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他臨時指定他就是依法指定 那第二個行為是他指定他之後 直接該日的辯論終結 直接叫他當庭辯護然後辯論終結 那這是合法的嗎 就是這個就是爭議啊 這就是辯護成 到底什麼是實質有效辯護的爭議 就實務上面會有很多案例就覺得有些是不構成實質有效辯護的 然後我後面有幫你們整理 就是第24頁嘛 對 24頁 對24頁有一些不構成實質有效辯護 例如說只是 他只是陳述什麼 如辯護書所在 但他沒有提出任何的辯護書狀 跟上述理由狀的話 就是他這樣就是沒有所謂的實質有效辯護 以及就是他沒有經過 他辯護人到庭之後 他沒有定他的忠實辯護義務 那這個時候他也不是一個實質有效辯護 所以我們應該從實質有效辯護的實質內涵來看 所以他今天 今天假如說 今天 辯護權他仰賴的是 辯護人跟被告之間的信賴關係嘛 那今天他臨時指定的公社辯護人 他跟他並沒有所謂的信賴關係 然後他又直接當庭叫他辯護 而且他並沒有 並沒有給予他充分的準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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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時候可以說他這邊已經定了實質有效辯護嗎 那其實依照 食物見解沒有名文啦 但如果依照食物見解的實質有效辯護立場的話 應該是不能夠認為他這邊已經有一個實質辯護 實質有效辯護了 因為他並沒有建立一個信賴關係 而且他沒有給他時間充分的準備 他也沒有辦法達到真的辯護權核心內涵 他沒有辦法真的來為被告的利益進行辯護嘛 那這個時候他沒有辦法 他應該就像是 應該就跟未經辯護人道庭辯護一樣 所以他就會 你如果沒有進到一個實質有效辯護的話 就跟沒有辯護人幫你辯護是一樣的 所以就會構成379條 第七款的判決也被罰領 可以嗎 那學說見解覺得什麼 學說見解覺得 就是他覺得那你這樣的做法應該要怎麼辦 學說見解會覺得說 那你應該 辯護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的時候 審判長應該先指定 先指定一個公社辯護人或是律師 然後指定之後你必須要令則庭期 就是你不能夠直接當庭辯護完畢 然後令則庭期是 就是你必須要再次的合法 你必須要合法傳喚原本的選任辯護人 然後你指定的這個人 譬如說你指定一個二號 然後你指定這個他就是所謂的被位 就是的辯護人 就是他還是要去準備就是這個案子的辯護 這樣子 然後直到你再次傳喚 你再次傳喚他人不到庭的時候 就是原本的選任辯護人人不到庭的時候 你才能夠叫這個指定辯護人來幫他辯護 然後你再次傳喚他人 好 好 我的天啊 好 好